接下來我們來將全世界最夯的雅拓T-Lex E-150DFC做開箱以及對頻的示範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T-Lex E-150DFC使用者敘知 在這裡有兩個條碼區使用手機可以進入T-Lex E-150的飛行影片以及T-Lex E-150的說明書 這一包是工具包以及電池包 我們將講托與機首罩拆開 這一顆就是E-150MRS 無頻而易系統 在這裡右上角這個孔是作為JR或Spatron的對頻鑰匙孔 這個孔是作為JR或Spatron的衛星天線連接孔 正面有兩個旋鈕 左邊這一個是升降與負義的翻滾速率旋鈕 初學飛友與進階飛友可選擇7點鐘至12點鐘方向 右邊這一顆是負義與升降的感度旋鈕 瞬時鐘旋轉為感度增加 逆時針旋轉為感度減少 這一顆是SET鍵 最左邊有兩顆燈號 最左邊的這一顆為 托移顯示燈 紅燈為非鎖定 綠燈為鎖定 右邊這一顆燈為系統燈 也就是我們如果對頻成功之後 它會顯示為綠燈 接下來我們來將TLS150對頻 這顆是150的電池 它是吃7.421 250Mbps 250Mbps 的容量 1.85W的放電能力 我們示範T8J的對頻方式 首先將搖晃器開啟 我們將電池插入 150DFC 插入方式 字體朝下 這有兩個對應PIN 插拔的時候 食指按壓電池屁股 拇指按壓電池屁股 拇指按壓電源座插入 近大約10秒鐘的時間 等待 系統燈顯示為綠燈閃爍時 按壓SET鍵 此時綠燈衡量表示對頻完成 並放開SET鍵 此時兩顆綠燈同時衡量表示對頻完成 以及拖椅鎖定完成 這樣就可以完成對頻動作 然後它的修正方向 也因為我們都依照原廠設定 參數去做修正 所以它都是正常的 以上對頻介紹完畢 接下來示範150MRS 不平衡系統的內部設定程式 設定方式 這個內部設定程式 設定方式分為五大部分 第一為 複翼伺服機中立點的調整 第二為 升降伺服機中立點的調整 第三為 螺距伺服機中立點的調整 第四為十字盤零度調整 第五項為 緯度補償調整 首先 我們先將 150的馬達線 拔除 這個拔除的動作是避免在設定的過程中 碰觸至 主旋圓圓力旋轉 傷害到本身 我們將遙控器的HOLD鍵開啟 開啟這個HOLD鍵的目的 是為了要取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邏輯曲線 中間為 0%或者是 50% 接下來 按壓SIT鍵 一次 此時 綠燈閃爍一次 閃爍一次 則是進入第一項 複翼伺服機的中立點調整 調整 複翼伺服機中立點 則是 推動 我們遙控器 尾舵 的 搖桿 當我推動 尾舵搖桿時 複翼的伺服機 它就會 產生變化 我們依肉眼方式 取 伺服機 置中 且十字盤 在相對位置 當調整好之後 我們再次按壓SIT鍵 此時 綠燈 連閃兩次 連閃兩次 表示進入第二個選項 升降 做伺服機的中立點 設定 同樣的 我們 用 目視的方式 來調整 十字盤 按壓 按壓 SIT鍵 一次 此時 綠燈 連續 閃爍三次 表示進入第三個選項 螺距的 伺服機中立點 調整 同樣 我們 撥打 尾多搖桿 調整 伺服機的中立點 及十字盤的水平 此時 調整 此時 再次按壓SIT鍵 此時 綠燈 連續閃爍 四下 表示進入第四個選項 十字盤 零度的選項 此時 我們 目視 講夾 與講 當講 呈現水平狀態時 表示 十字盤 趨於零度 同樣的 我們用 尾多方式 去調整 十字盤的變化 調整至 目視為零度 同樣 調整好之後 我們再次按壓SIT鍵 此時 為一個 綠燈 恆亮 紅燈 閃爍 表示進入第五項 尾多補償 我們尾多補償 可以 以原廠設定 不去 動它 再次按壓一次 SIT鍵 即完成設定 只持兩個綠燈 衡量 在做這個 150MRS內部 不便宜系統 設定的過程中 必須要 連壓五次 SIT鍵 跑完整個流程 它才會整個記憶 我們過程中的設定 所以 當壓 壓了SIT鍵之後 必須要 跑完五次 才會記錄你所 變更的 程式 現在就可以實際飛行了 再來 講解 當 如何將電池拔出 將拇指按壓 電池座本身 食指按壓 機身 電池座 拇指往後推 即可拔出電池 如此 可以保護接頭的完整性